生活上重要的水资源 只是面临冬季枯水期 南部水晴吃景 澄清湖沙洲再现 春节连降时还看得到 湖水才过几天的时间 折面湖水位大幅降低 露出了湖底的泥地 呈现干涸的状况 自然水公司表示 目前蓄水率已经下探六成三 原本北渊台南的清水 也因此将进行减量 来回补澄清湖水源 由于雨水迟迟迟不来 南部降雨量三十年新低 高平溪蓝核验也下探到 二十三年来最低的流量 建议经济部 在下次的这个开会的时候 可能必须在等个水情的灯号 必须做一些调整 那来提醒 不管是我们产业 跟民生的一些用水 都能够来先因应节约用水 我们现在光是嘉义跟台南 就有两万公顷的水稻田修耕 因为他们的修耕 所以造成我们还有一点水可用 而且可以撑到五六月没问题 不只南部日月潭著名的九蛙叠下 二月二号也出现七蛙浮出水面的状况 虽然台电表示 水库蓄水率仍有88% 暂时供水无余 不过已经发出水情警示讯号 对于中南部可能的干旱挑战 用水量大的店家 业者已经开始忧心 因为做吃的水是很重要 所以当然也会紧张 现在除了祈求老天爷快快天降甘霖 民众也必须节约用水 以求解除可能的缺水危机 华视新闻刘汉生 邱君平 谢雨昕 台南高雄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